陳麗娜議員 陳議員請質詢 時間15分鐘 謝謝 我想先請教一下這個水利局 今天早上起床的時候大家應該都嚇了一跳 雨勢還是非常的大 那這個 可能明天還是有雨勢很大的狀態然後到底 這一波雨勢要到什麼時候不知道但是對高雄來講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那很多人就會拿823去年 那一年的狀況跟這個今年的522一起來比較 那我們可能遇到的難題高雄市的難題可能還不是只有522不知道後面會不會更大不知道 那所以呢其實高雄市其實面對現在的整體就是 這個排水的系統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所以局長剛上任的時候其實我也認為局長這個工作事實上是一個責任非常重大的工作 而且當時的市長一上任的時候其實 因為823讓人民有感 所以很多的這個支持度然後會上升的原因 其實是來自於那次有一個很 很大的一個落差的比較 那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823 那一天的這個 日 累積雨量是在大概最大只是在276.5 毫米 然後今年的這個522的部分呢最大只是 428毫米 那所以我們 看到事實上是 如果以食雨量來講的話我看了一下其實各個區域內的食雨量 有些高有些低不太一樣 但是呢如果是以日雨量來講的話看起來 522可能又更多 那所以呢面臨這樣的情形 其實高雄市要面臨的挑戰很多 不論是誰執政 都 我認為 這個治水的問題 如果沒有解決都是 人民的 這個 很大的一個災難 財損啊然後可能會 有時候會遭遇到人的一些 傷害都會有 那所以呢 怎麼樣去把我們這個城市治理 的這個排水治理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所以呢 我們 我們當然也會有人去比較就是說 退水退的多快 那退水退的多快會提到這問題當然就是 那經過了一年半的治理之後 然後我們提出了很多的這個 說哪邊有問題 哪邊需要去做修改 然後去 重新再去做整理之類的 所有的提出來的東西是不是有效 這個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檢驗的一個階段點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其實在 8月23號跟5月22號的兩個 大的雨勢來講的話做比較就可以發現 其實現在的退水速度是比較快的 退水速度是比較快的 我相信很多民眾都有感 甚至有一些地方是已經 不積水了 那所以呢 積水的地方還是有 積水的地方一樣會上新聞 那譬如說一剛開始第一天的這個七弦路那邊 然後呢可能我今天早上看到的岡山 那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區域有不同的煙水的情形 每一個 煙水的狀況是不是 以前舊的點 或是新的點 這個都必須要重新被討論 而不是就是 大雜會的全部的 就說在一起就說你看高雄又煙水了 如果是以前有的點 現在不煙了 那我們必須要去說清楚 那如果是新的點 是什麼樣的狀況 要做什麼樣的解決 也必須要說清楚 講明白 那如果在這個階段點 大家只看到高雄在煙水 而不知道就說 為什麼會煙 那這樣子的話 對高雄以後的這個治水 一點幫助都沒有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以前只要是煙水的時候 其實常常會講的就是說 因為呢遇到大潮 那所以呢 排水會排不出去 那但是呢我們常常會講就是說 高雄市 不是一直朝著一個所謂的海綿城市的一個 這個方向來發展 那表示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的這個 蓄水池 有很多的這個做很多的這個 防洪的設備 各式各樣的東西就是希望在這個 那個日雨量很多的時候 他先變成是一個 把它 積在那個地方然後再慢慢排出去 的一個功效 但是現在看起來 好像以前所設定的 感覺上不太有效 因為呢 他所設定的這些儲穩進去 照道理來講是 呃 譬如說有一些製紅池的地方應該要先滿 然後呢外面呢 還是 不積水的 然後再慢慢宣洩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是 都滿 就是說如果 那個 食雨量大的時候是 都會淹 所以以這種狀況來講 到底我們所謂的海綿城市 有沒有用 我們所規劃的這些儲水的 這些蓄水池到底有沒有用 我待會要請局長先回應一下 所以呢 有幾個要請 局長先回應的就是說 以現在的淹水高度來講的話跟 823跟522做比較 那淹水的範圍 現在的狀況跟以前的狀況 大概是什麼樣的情形 那呢 市長有講說有119個 沒有改善的 部分 那這個部分 為什麼 還沒有改善 那改善的多少 那以前的天坑我們都說 有 多少個天坑 那所謂的天坑不是坑坑洞洞 就是所謂的真的有塌下去的部分 這些天坑 那 以前有多少個 那現在有多少個有幾個是新的 這個是不是請局長用快速的方式簡單的方式回應一下 請局長答覆 好謝謝主席謝謝議員 議員問這個問題是高度是非常高啦 那這個也是高雄地區有 的這個 他根本上的一些問題不過很快的答一下 就是我我來了之後我們的治水策略我就第一個先輸通水道 這個是我來帶來的第一個概念 第二個概念就是 調整我們的抽水站的操作策略能夠提早起抽 盡可能把這個 渠道的水先抽掉 第三個就很重要的達通瓶頸 那議員像剛剛所提到的我們這次退水的狀況比較快 其實我認為啊 我們當時在 找這個 這個疏通的位置的時候 我是針對第一個 曾經淹過水的 第二個我們普查 他的這個積水 這個淤沙的高度是比較高的 高過七十公分的我們七十公分 以下的一到三十公分全部都清掉 第三個 我們高雄市的 管線 非常的恐怖 第四個我們的染線 也是亂七八糟 所以這些我們都經過這一年半的整理 所以今天有這樣的成果 事實上我也是個人也是很欣慰啦 我也希望 市民朋友 繼續給我們編測 繼續給我們這些 一些機會來把它改善 謝謝 今天回答的很簡單 但是我問的其實有很多數字是必須要比較精確 你會後可以提供給我做 參考 也許我可以公佈在我的臉書讓大家能夠理解清楚 到底 淹水的點有沒有一樣 那淹水的狀況是什麼 淹水的點 其實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啦 像 這個曹光新駿周邊這一次就沒有淹了 那像我們鳳山行政中間這一次的排水狀況也很好 也沒有沒有淹到了 那這邊有個數字啦 就是 107年的823的蠔雨 淹水的面積 是667公頃 那我們 5月21號這個蠔雨的淹水面積初步 很初步的估計大概是160公頃 所以這個面積是 減少得非常的多了 是 我想 你剛剛所提出來的這三個方向 的確是因為有用 如果沒有用的話 今天這個下大雨的狀況就會更糟糕 那所以其實很多里長都有感覺 我也必須要在這邊提出來 很多的里長都有發現他們周遭的淹水狀況真的是好很多 但是還沒有 還 高雄的治水還沒有 還沒有那麼快 所以呢市長他在媒體上面他說了一句話說給他印 再給他 這個多一點的時間他就要把高雄的治水做好 這個 真的 以前的人弄了老半天都沒有做好的事情他用這麼短的時間說他能夠做好 這件事情局長你怎麼看呢 我 我會 幫他修飾一下 這個一年半的時間大概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可以清輸 我們可以打通 主要的瓶頸 但是有很多是系統性的問題 我剛剛露了講 高雄有很多是系統性 他根本上的問題 那個就沒有那麼快 可能要花 很長的時間 慢慢去處理 不過 這個大概就是短期的計劃跟中長期的計劃有分別的 是 所以市長所謂的 這個他 短期內要完成的部分大概是什麼 你可以明確的把它說清楚嗎 大概就是我剛剛說的這個疏通水道 然後下水道的這些淤沙管線 的遷移 跟染線的整理 那抽水站的操作策略這個我們也可以馬上做 主要的瓶頸的打通 這個大概是可以在市場要求 這些部分都是在他這一屆的任內可以完成 大概是可以的 是 那要請你們多努力 因為這一屆 結束之前大家也會檢驗你們 好不好 那這段時間你辛苦了 你先請坐 那 接下來我要 請問的是自來水 公司 今天是副處長到嗎 是嗎 我剛剛看了一下公文我有點嚇一跳 其實大概每一年都會問到自來水公司 但是呢 你們在立院裡面有做一個決議 中央有做決議說將來不列席 高雄市議會 這是我上任議員到現在為止 第一次收到這份公文 我嚴厲的表示抗議 高雄市民不是這個自來水公司的所有用戶嗎 如果自來水公司發生了一些問題 我們要 要直接反應 代替民眾直接反應的時候 找不到相關的部門的人來議會做備詢的動作 那我們怎麼去監督到底地方上面做的好不好 那 我不 我不懂我們怎麼可以接受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我是不是就是請 那個現在是副處長是徐副處長嗎 徐副處長你可不可以回應一下為什麼你們要做出這樣的決議來 請副處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我想就是說在針對這個議會 列席議會的這個問題 列席議會對你們來講有困難度嗎 我想這個是經過我們董事會大概 董事會對高雄是怎麼樣 是覺得高雄的用戶不是用戶嗎 當然不是不是這個原因 但是在體制上 還是覺得對高雄的服務已經是太好了所以不需要來列席 是哪一個 不是不是也不是議員 講的這樣子 我想是在 原本考慮的應該是在體制上 水公司是在 中 中央經濟部的這個 這個 這個狹下 所以 他一直都是啊 那為什麼長期以來其實他都有來議會被選 這有一個歷史的典故嘛 是不是 那以前為什麼會決議自來水公司一定要來被選 他當時也是中央單位啊 那最早 當然是最早針對我們這個大高雄地區 那有一些特殊的我們那個供水問題要改善 所以才 才逐年在列席在議會在備選 那在近年 近年我們在90幾年大概一些水 大高雄水質的問題啦 那一些供水部分大概有逐漸改善 那所以我們 所以就不用來備選了 是不是 這邊我們會尊重議會的決議啊 你們會尊重議會的決議嗎 那如果你們現在董事會已經決定就說不列席 但是議會如果要求你們來你們會來是這個意思嗎 副處長你剛剛講的是這個意思嘛對不對 尊重議會的決議嘛 那我這邊要請主席是不是農林委員會這邊也要要求 自來水公司應該要繼續列席好不好 好 那個陳議員我們已經發文給那個 自來水公司 自來水公司也同意往後繼續列席 是 好謝謝 我想這個事情 也要必須要讓民眾知道一下中央對地方上面的事情其實 應該要更細膩更注重啊 譬如說我在這邊看了一下你們在今年的報告裡面所寫的 其實我最注重的自來水公司其實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漏水率 第二就是接管率的問題 漏水率的問題其實一直都在 那你們從這個 之前提出來的一個計劃 你們要從這個 102年改善到111年的這個計劃裡面 我看了以後我覺得你們這份報告也是一個應付的狀態 因為呢其實在中央經濟部裡面自來水公司自己提出了一個 你們已經要超前 就是說你們本來列的是102年到111年的漏水率 是要達到5.3% 但是呢其實今年度的醫院你們的報告裡面已經改了 你們要改成6.1% 你們這份報告是 做什麼高雄市就是隨便來報告就好了嗎 長期以來其實自來水公司也許在這個整體的這個 被質詢的比例不是這麼高 但是每一個用戶對於自來水的要 需求都是一樣的 不論是從水質上面 提供 或是你們在接管率的普及化的部分 都是很重要的 我常常遇到了除了這個漏水率的問題 就是接管率的問題 接管率的問題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在市區的邊緣有某一些用戶 其實到現在還沒有自來水可以用 以高雄市來講市區的邊緣沒有自來水可以用的這件事情 其實一直都存在 但是因為你們需要你們都 認為就是說這個接過去之後 管線很長 所以呢常常需要對方付費 一付費的狀況底下有時候算起來動輒有時候要將近百萬 有時候 用水就是這麼困難 自來水公司 是站在盈利的角度還是公益的角度 這是讓我覺得莫名其妙的地方 為什麼這些人不能像一般人一樣有水可以用 你們不是要達到普及率嗎 你們在高喊普及率百分之九十幾的同時那請問後面的點數的這些人呢 他們的辛苦你們 我沒有訂了我沒有訂了我沒有訂了我昨天跟他說帶增加他之前有跟人家收 收500 他有沒有給帶增加了 我沒有 我沒有訂了我 我沒有訂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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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我有一個記憶